大家好,我叫云书,今年20岁,来自白洛斯首都,明斯克。 我在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系学习中俄翻译。 今年大四,自2019年接触中文开始,我的生活随之发生了方天覆地的变化。 我努力让自己沉浸在中文的环境中,尽可能多地接触与中文相关的事物, 比如读新闻,看电视剧,综艺节目,自媒体视频,听中文歌曲等。 我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视频博主,而中文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不久前,我开设了自己的自媒体,并在这些平台上发布自己的视频。 在视频中,我用中文介绍和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,并和观众进行互动。 通过这些方式,我既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,也把白洛斯可爱美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 白洛斯湖泊河流众多,素有望湖之国的美称,因此在这里有无数的垂钓爱好者,我也是其中一员。 今秋时节,天高气爽,湖水婆娑,正是钓鱼的最佳季节。 今天,我们就车来到距离市区约一小时路程的一座自然湖泊。 在享受一缩一粒一片粥,一丈丝轮,一语沟的悠闲垂吊时光的图石, 也带大家一道领略白洛斯避水蓝天的美丽自然风光。 我的中国男友也有相同的爱好,所以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,去当地的鱼具店。 诶,这是啥? 鱼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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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,这些我知道,鱼竿。 那这些呢,中文怎么说? 鱼线。 鱼线。 对。 我也因而学习和积累了很多相关的中文词汇, 比如各种鱼类、鱼具的名称,甚至还包括水文、地理等更为复杂和专业的词汇。 把业与爱好与学习中文相结合,也是我积累知识,提高学习动力的不二法门。 汉语为乔,天下一家。汉语乔,我来啦。 牵著名称化。 回头发酱了。 谢谢大家